Sub und 請問你是王先生嗎 你是五小姐嗎 那麻煩你带我好了 我是王先生 我拉你的手肘好了 不好意思 你等很久了嗎 還好 到了 這邊請 謝謝 謝謝 王先生你的眼睛是 完全 對啊 就全部看不到 那 是先天還是 從小生出來就看不到 有醫生告訴你什麼病因 醫生說 我視神經萎縮 那你怎麼會看得到我燈的 啟示 我啊 我根本就是沒有看到啊 是我朋友告訴我的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你啦 抱歉 不好意思 你平常在 就是 除了做音樂就 沒有在做其他的 沒有啊 我 有時候為了錢嘛 歌賣不掉啊 會在地下道唱唱歌啊 地下道 對啊 說不定你還投過錢給我 你都不知道 在哪一個地下道 在哪一個地下道 下次你自己 看你那份有緣 巧遇到我了 記得多給我一點錢 我覺得你好像不姓吳耶 我姓吳 我姓吳啊 你姓杜對不對 認識我嗎 認識我嗎 你覺得我面熟嗎 幾年前我讓你看過眼睛啊 你應該是眼科醫師嘛對不對 你姓杜啊 你怎麼了 對 我叫杜嘉珍 對不起我不是惡意的 對不起我 我真的不是惡意的 沒有 對不起我不應該騙你 我在電話裡面 就覺得你應該姓杜 為什麼 因為我認得你的聲音啊 我讓你看過眼睛嘛 然後我在電話裡 會覺得你的聲音很熟啊 應該姓杜 不姓吳 為什麼姓吳呢 所以就更讓我覺得 我應該要來了 不過很對不起 我在電話裡 告訴你我眼睛不方便 沒有告訴你 完全告訴你說我看不到 那你會不會很失望 不是沒想到而已 你不失望嗎 我 我想 既然我 我沒有想過說 會 你 考慮我的 婚 不過我想失望也是正常的吧 嗯 對啊 那你為什麼要姓吳呢 姓度不好嗎 其實 姓度 嗯 你已經習慣你是吳小姐嗎 有時候會忘記吧 常常嗎 你知道嗎 說謊說久了 是 眼睛永遠不能說謊 不像你 姓度又可以姓吳 我沒有刺傷你的意思喔 只是我的眼睛永遠這輩子都不能說謊 我走到哪裡 眼睛就是一個標誌嘛 我永遠看不見 就是看不見 所以 我想 我就乾脆讓自己都不要說謊 那在電話裡面你發現我是杜醫師 你發現我是一個醫生的時候 你不 你不害怕嗎 我怎麼會害怕 我很想要來 我就有一種調皮的心情 我想我來揭穿 你 這是姓什麼無所謂啊 對啊 那你 或者是不要過去的吻 待到現在而已啊 可是你告訴人家你姓吳 你甚至於用一個保護色 對許多人 你喜歡嗎 有時候說謊說久了 是會習慣的 是這樣嗎 可是我不喜歡 因為我也覺得 我有時候也覺得很荒謬 我明明是要找一個 要跟我一起結婚的人 然後我不能告訴他我姓什麼 然後 可是我可能會碰到 我真的很有可能會碰到一個 要託付終身的人 所以 這樣說你可能可以嫁給我 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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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